一艘竹尾级的渔船新航符号凌晨在基隆望海向海域距离岸边20公尺的地方突然发生了搁浅 船身严重倾斜 消防跟海巡人员拒报后立刻前往救援 不过呢仔细了解意外为什么会发生呢 竟然是因为船长精神不济睡着了 好好的一艘船怎么会突然搁浅 船身还严重倾斜 消防以及海巡人员拒报之后立刻出动橡皮艇来救援 先是将受困在船上的八米吊客用橡皮艇载到安全的岸上 所以你们都没有受伤 都没事都没事都没事 对只是单纯的搁浅事件而已 人员都平安没有受伤的情形 新航符号雨衣船就在距离岸边20公尺的海域搁浅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一问才知道原来都是船长的错 船长表示他是因为他过于太累 然后在航行的时间他睡着了 然后不小心误触胶石 然后导致船发搁浅 意外发生在凌晨一点左右 渔船原本是要航向八斗子渔港 没想到最后却是搁浅在基隆望海巷的海域 船长精神不济差点酿成了大祸 幸好最后大家都平安无事